因为我们日本人对台湾的选举没那么清楚 所以还是对这次的选举不是担心 是因为有很多问号 比如说在农党执建七年八年 好像非常不错 不过还是像一次的地方选举输了很大 那靠原着台北执建八年 最后一名 我自己感觉到台南高雄的变化还比较好 台北没什么变化 但是还是他的资质都那么高 年轻人都给他 为什么 为什么 然后国民党地方选举赢那么多 不过那么快掉到这么低 为什么 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 不过那日本有一个政党 维新党 这也是地产势力 他一直都走这个中间 他批评自民党 又批评在野党 可以批评两方面 这个位置非常优势 你说桥下侧那个的吗 对对对 那我就想到这个民众党 也是一样 他说民进党 两岸很危险 不过国民党 不像国民党走得那么近 就是中间 好像这个说法是听起来是有一点的 有一定的舒服力 起码是对年轻人或者是一些 那所以蔡日本微信党现在越来越好 可能下一个选举 他们一定会拿到蔡野党第一个位置 为什么 他战略的优势了 就是可以批评两边 我觉得民进党这个部分 是需要一个退策 所以他们的这种战略的优势 或者是论秀下面的优势 就是可以被挑战了 但是他目前是将他们站在这种位置 来转到一些阻值 这个大家都要 因为要小心一点 这个叶老刚对于台湾的选举 问了三个为什么 刚好剩三个来宾 一个人都答一个为什么 好不好 就是先请教年号 郭台铭会不会选 他会联署 但是最后11月会不会去登记 我觉得要看他连署的人数还有速度 我这样讲好了 1999年是宋楚瑜如日中天的时候 当时他用五党级连署参选总统 连署了100万份 那时候台湾人口大概才2100万人 连署100万份 然后最后中选会审核通过是90万份 郭台铭如果要连署的话 我当然不会要求他用宋楚瑜一样的标准 因为政治实力有差了 我们打六折就好 60万份 过关 如果郭台铭连署没有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连署到60万份的话 我会建议他把钱省下来 虽然他前两天才连了92亿 有钱人娱乐可能跟我们不太一样 我们无法想象 但是真的 如果他没有办法在很短的时间内 充到60万份 我觉得可能连郭台铭自己都不敢选下去 因为笼会吸干 所以我觉得要看他连署 但是我觉得他去 连署在9月开始吗 9月是截止期 可是郭台铭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 现在算起到他连署 大概一个半月 他要找到副总统 因为你要连署 你在连署的时候 你就要公布你的副手 他跟政党提名不一样 你在一个多月时间要找到副手 我觉得很难 我觉得不太容易 但是我觉得他参加连署的几率 应该高达9成 那郭跟柯会不会合 不容易 你说变成一组搭档 我觉得不太容易 因为两个人都是 都是king 没有人要当maker 所以呢 谁都不愿意当副的 这是第一个问题 另外我们换给 我们刚刚谈了很多柯文哲的个性 我就问在座大家 如果你有机会当总统 你敢让柯文哲当副总统吗 每天副总统在炮打 司令部在骂总统 我觉得那总统今天做得不好 我来做会做得更好 那还得了啊 一定避免 对啊 你觉得这种人做护总统 兜杰总统晚上睡觉 施琪请教一下 这个柯文哲演唱会 这个嘉宾是馆长 陈志涵 绝配啦 绝配 他们两个真的是绝配 因为两个人对于女性的 不尊重和歧视 以及这个骂脏话的频率 我都觉得两个人可以匹配 我祝他们两个的勇裕爱和 因为台湾要选一个领导人 台湾需要一个稳定的 可信赖的 然后人家觉得 你台湾这个不会突发给我意外的 台湾最不需要的就是一个会歧视女性的人 那所以柯文哲过去的表现 对于女性的歧视言论啦 然后这种不尊重啦 然后看清啊 贬义啊 这些言论 其实大家都已经非常明了 然后呢 他现在没有办法去一个一个辩解的 只好叫他的民众党的这些 他口中的所谓的 谁叫他狗牵出来管一下 的这些人 女性 跑出来说没有没有 你看他很多女性支持者 所以他没有歧视 这两回事好不好 他歧视女性是从 打从心眼里面的 而他到目前为止 仍然没有意识到说 我到底哪里 他为什么这么丑女啊 因为他被女生 他的妈妈 他的太太 宠着 宠爱他 你是最棒的 157是全球最棒 地球没有比你更棒的人了 所以我觉得他的确有一些 蔡壁如也没有宠他 我认为在他周边都宠他 宠他 他对黄珊珊的态度 跟他对其他民众党女性的态度 是不一样的 黄珊珊是克清 黄珊珊是清明党的 你是 我有求于你黄珊珊 因为你黄珊珊对我的帮助是大的 所以他不敢对黄珊珊 口出恶言啊 讲一些什么难听的话 我觉得最近民众党的人 不要哪个天才想出来帮他辩护 那个理由很可笑 他说你们看 民众党身边很优秀 很多政治人物都女性 克文哲身边很多幕僚都女性 他怎么会不尊重女性 我就讲说 以前中国的皇帝身边也都是女人 他很尊重女性吗 应该没有吧 所以你这样类比 不是用你身边的单一性别的多少 就决定你是不是尊重 而是你把另外一个性别的工具化跟刻板化 我觉得这个是柯文哲最糟糕的事 而这个事情他这世人没改了 因为他的已经升职在他的脑海跟他的心底里面了 好那这个请教芳老师 那国会呢 国会是民进党会过半还是三党不过半 的确我觉得今年要过半 他的这个困难度会比过去高 因为主要就是因为说 我们知道为什么大家知道就是 当时2020年民进党首次国会过半 当时大家不要忘记 总统投票的前一天 发生了周子余事件 周子余在投票前人在电视上 穿着黑衣服掉眼泪 说我是一个中国人 我以中国人为荣 那不让很多的我的学生 本来没有要回去投票的 全部当天搭业车 整个高铁车站爆棚 大家赶过去投 所以那次民进党过半了 周子余是2016年 2020年为什么会 这个也是投票率很高 年细人愿意投票 817万票 817万 创下台湾总统直选以来最高票 那我觉得很大因素 第一个就是前一年 2019年1月3号 习近平提出了 一国两制台湾方案 让台湾人担心 今日台湾 今日香港变成名日台湾 第二个就是 张实中国在香港进行的 对雨伞革命进行 大规模的逮捕 这些让台湾人觉得恐惧 那因为当时都有很大的 一些重大的事件 引发的这些年轻人愿意投票 那我比较担心的是 但是我希望习近平 再犯蠢一点 再笨一点 再帮 再搞一些对台湾的一些 文攻武嚇 让更多台湾人愿意出来投票 但是我在想 到目前来看 应该下半年 如果还是维持 这样的一个情势的话 可能没有把刺激更多人出来 请不吝点赞